各位好 因為我今天早上就是比較慢來 所以沒有報告到 抱歉 我就是要報告我們這個偏鄉教育 做一個高中生108課綱的 這個教育資源整合的平台 就是說為什麼要做這個 高中生108課綱資源教育整合的平台 我希望說提供我們學生 這個在地化師資的查詢 還有這個學術活動的資源整合 像說有那個中研院的生命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為什麼我都把它收集起來 還可以希望大學端 他跟我們學生說 就是看他收學生 他需要學生有什麼基礎的能力 再結合他那個OCW的那個開放式課程 讓學生去失修 因為我們提案的團體 就是我們三的人 都是從屏東 因為屏東能夠可憐 還有從屏東的難保 來到這裡 另外兩者 兩個小孩沒有來 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 我現在是住這裡 這個 吳恩恩住在榜寮 一個是在青春 那就是 吳一法 吳一法和吳恩恩是顧問 就是我在這個108課綱 因為 我是99課綱末代 我不太了解 可是我是真的知道 我們學校都這樣 從 就是我們學校的老師 沒有在跟你 插你什麼108課綱的小課 他就是跟你自主 學習時間 也是拿來科學 還是拿來這個 拿來上課這樣 這個 那是我 因為 因為我 正在台北科 最大學 所以我來 就是 我們的主員 就是上台北了 參加了一些培訓人 他就 見識到很大的 這個城牆茶具 我大一新鮮人 我就像大學 我看到 我當二大 教育部 去人才培育計畫 還是什麼奧林匹亞生物 培訓 我 我高中讀三年 我都不知道 我就開始就 慢慢學會 慢慢學會 就漸漸去思考說 我們要 帶給下一代的 生生學子 什麼樣的 一個 這個平台 因為我錯過了 我不想 再讓我下一代 再錯過 下一屆 沒有帶 沒有 現在 沒有啦 我就是 現在 面臨的困難 就是 我可能要爬蟲 去抓那個 OCW 課程 跟那個 學術資訊網站 因為他是分開的 可能 中研院 喊教育部 他資訊分開 我想要去把他爬蟲 抓資料起來 還有就是我去 這個 我講的都 比較廣 因為就是希望老師 他可以確實的 值錢 值錢去練 讓他可以好好的去 推廣這個平台 來給學生 讓學生好好去使用 不然 如果說 環境在那裡 尤其是我們屏東 同學的 資訊能力都很不好啦 如果沒有老師 他跟他 他自願在那裡 也不會輸用啦 就是 就是希望這個 這個本專案 可以結合 學習歷程的 平台 希望大學單 可以提供他需要的學生 要有什麼基礎能力 推薦先修課程 和先修平台 差不多就這樣 我等一下用那個 Demo Demo的那個 網站給你們看 我 我 這 可以跟我聯絡 我 這個怎麼切 我 我這裡 好 這就是 我們的網站 差不多就是這樣 就是第一項成就 就是學術資源整合嘛 就是讓同學找失職 接下來大學升學 最後是這個 在地創生 在地創生 差不多看就是 學術資源整合嘛 你看看 就可能教育部 居然台北一的話 他跳轉不太過去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都跳不過去 對 就可以讓同學去用 如果說 我今天放了課中 我登錄嘛 登錄之後 就是 我可以看我們學校有這麼多科 我可能點資訊科 後來可以看到這個老師 他的能力是這個農業物聯網 還是什麼全段開發 你再點進去 我就可以去找老師 利用自主學習的時間 去找老師 做專題 做科展 這樣 這個要怎麼進去 還有大學升學 就是說 我 可能這邊沒有列全部學校 因為這專案全部 只有我一個人 我也要顧外科學 就是 聽說這個人 他要讀電機 對不對 他就讀電機工程 可能他的大學端就告訴你說 你可能會需要學這個微積分 他會提供這個連結 你就可以給大家點下去 好 那之後怎麼找到你們 之後怎麼找到我們 就 這個 我有在 那裡 裡面有提供我的 那個連結 連絡資訊 還是你要不要開一個slack channel slack channel 讓我再來encue encue 好 現在謝謝秀吉的分享 好 好 我們請